哈囉大家好 歡迎到YA Diary 看看我扭動的雙手 還有這些塞滿畫面的小可愛們 這次要和各位分享 我們在2023年台灣文博會 所帶回來的戰利品啦 我到現在還在回味那幾天快樂的逛展時刻 現在就把這樣的心情延續下去 來一招戰利品的品牌開箱開起來 首先來看到的是 我在今年文博會獲得最多收獲的品牌 喵打 先從我最喜歡的紙刀袋開始 這次只有這兩卷 花枝窗影的盒子版 以及PET貝殼光版本 盒子版本特有的溫柔感 在我心目中總是有一個地位在 但PET版本搭配的工藝也非常吸引人喔 各位看這一卷的小花花們 單是看柔嫩的粉色系花卉 被光照射之後 又很像是彩繪玻璃的一部分 五彩繽紛的樣子 帶一點浪漫 帶一點甜美 那這一款花色 還有相對應的筆記本唷 四本筆記本真的非常香啊大家 那有了紙膠袋之後呢 我們需要貼它的載體嘛 這個時候筆記本就可以出現啦 登登 這次有五本活版筆記本 封面是選擇這一種 帶有紋理又很柔和的顏色 依照色系的不同 封面的主要圖案和文字 還有印刷工藝也不一樣 從A到E 分別是冒險、勇敢、好奇、夢想和熱情 你看這一隻兔子 真的看起來很好奇 如果單就文字來看啊 我會推薦勇敢這一本 用來提醒自己也送給大家 那整本是現裝的 內液完全空白可以全攤平 裝進TN本裡面完全更好 繼續來看到我覺得酷炫到不行的 日附水晶印章 有分成方形和原型款 方形款一共是有10個水晶印章的圖案 裡面呢是給你一支回轉日期章 你可以把這個往上拉一下 開始調整日期 然後呢你把水晶印章小心撕下來 貼到這個平面上和日期盡量齊平 就可以乾硬啦 方形款的10個圖案都比較沉穩 典雅一點點 原型款通常是有附贈回轉日期章 圖案有6個 和方形對比起來 我覺得是更活潑俏麗一點點 以後大家想要蓋什麼樣的日期章 就蓋什麼樣的日期章 光是用想的就好興奮啊 再來看到這幾個 三隻銀小袖片 有三個別真形式 三個是小夾子 隱藏版是吊飾 這些小花、小鳥、小鵝和小房子 很符合今年文博以森林為出發的概念哦 再來是小袋袋啦 雙大出了四款 我目前手上有三款 展示一下我最喜歡的綠色帆布包 這種綠很有氣質 是非綠控的人 都可能會一眼就愛上的小包 和包包上的文字及圖案放在一起 非常搭 另外呢還有綠色銅系列的米色包包 不過這兩款都是沒有特別做底部和暗袋的 那有做底部和暗袋的呢 是這款比較大的米色包包 那我已經開始使用啦 很喜歡上面的文字 覺得背出門啊 整個氣質大提升 那另外還有口罩組 這應該還有口罩套 以及明信片 還有封口小圓貼 收購豐富成這樣子 真的太開心啦 再來也是有推出重磅新品的WIN 一樣是來看紙膠袋 這次文博會 晚姿只有一款新品 是霧面PET的我的小時光 有很多氣質優雅的小動物們當主角 這些夥伴穿著很有氣質的衣服 做著很優雅的行為 像是喝咖啡還有看書啦 旁邊有一些小花和小書本等物件 感覺是很不錯的拼貼夥伴 再來是接近B6尺寸的五本現狀筆記本 主題都是I will be around 這五本的封面圖案呢 外面也太好看了吧 這上布滿動織物的圖樣 搭配低調又不失奢華的燙金字體 燃起包套的衝動 其中呢我最喜歡奶茶色和藍色這兩本 這兩種顏色所營造出來的氣氛非常高級 很像氣質出眾的典雅美人 那翻開本本 裡面一面是空白 一面有細膩格紋 你想要自由發揮書寫 或按照格線來一本通包 那延續剛才有看過的花色們 這一次還有出大容量的防水收納環保購物袋 不要看它小小的就覺得沒什麼 打開來會變成這麼大一個 而且可以承受的重量有108公斤 現在有很多商店為了節能減碳 不會主動提供購物袋 這個時候包包裡面有著一種又小又輕的環保袋 就是採買的好幫手啦 我已經選擇藍紫色和黃色系了 也可以想像到以後帶它們去購物的快樂囉 好的這邊還有兩張明信片 已經明年的海報小日曆 給大家評判一下 今年的文博會是在中秋連假期間嘛 但自己硬就很應景 推出和六位創作者的聯名套組月餅禮盒 我自己不太喜歡吃月餅 但是看到指教帶來的月餅組 怎麼可以不撈一盒回家呢 雙標仔就是我啦 我們立刻來開箱一下 Maloco小花式的吃茶印象 在上一波大正系列裡面 也有像這樣的小花式 這次的小框框們 裡面有可愛的小動物和可口小點心 還有閃亮亮的燙金工藝 你看有這種倒出來的地方才閃亮 是不是連閃的位置都很巧妙呢 相當相當有層次感啊各位 再來是90的新品 延續先前我們看過的百搭拼貼好朋友風格 這次新品有很多郵票、小標籤 以及放到哪邊都很好使用的小素材 整體走這一種復古大地色系的呈現 搭配這種有一點古銅金、玫瑰金的低調燙金 相當優雅哦 那楊君的白日夢設計很特別 在紙膠袋上面呈現漫畫場景 內容是設計師和小貓咪的生活日常 整體看下來都是這種黃澄澄 很像陽光從窗外灑進來的顏色 你把畫面延續使用會成為一串小故事 那一陣一陣單獨使用的話呢 又可以成為手杖裡面很精彩的工景 好,下面這一排 第一個看到的是Wendy的月亮上屬猩猩 很常看自己硬能看到的小白熊 這次搭配兔子好朋友一起到太空 有雲朵、月亮、星球、天空還有一點小猩猩 很可愛又很chill的感覺 雙貓牌會圖事務所的新品 各位看 肥肥飽滿的天竺鼠和小倉鼠 它們好像在烤肉 有客人也有採埋者 還有把自己和食材擺在一起的 看起來很可愛也很自在 有一些呢,她們還搭配了小框框 我馬上就想要使用來當成小卡拼貼啦 最後呢,是仙女丸的時尚女孩 穿著很時髦的小妹子們 旁邊搭配的是和她們等比例的小花花 顏色很鮮豔也很繽紛 仔細看一下 她們的閃爍也有加入燙金的元素點綴 把這些女孩和花朵裝點得很華麗 那妮成澤套組之後呢 裡面還有附上各品牌的小卡 你看馬路口小花是這一張 根本是連片吧 另外呢,在現場 我還購買了手機的兩款新品 先前有買過她的作品 就一直很期待可以看到新品出現 終於終於等到啦 框井女孩是有很多可愛的小花框 搭配妹子交錯組成的 整體色彩很柔嫩很輕柔 配上這樣子閃閃的光芒 氛圍非常溫柔 我連講話都變得比較小聲一點點 至於水果女孩 對比起來顏色就比較鮮豔了 妹子們的周圍還有身上 都是有小水果的呈現 盆上手機之前發起的水果風格四言會 然後在她們身上也是有一點一點的閃耀 我現在已經忍不住想要立刻關掉鏡頭 趕快貼幾張小卡起來 我趕快再囤個一卷來玩 那現在我們眼前這一些都是文博會中 自己印的消費或是滿額贈品 像這個豆沙小貼紙 是不是就很呼應前面所營造的中秋氣息呢? 至於出血卷還有這些盒卷膠帶 都是拼貼常見的好朋友們 她們連消費完的瘋狂小貼紙也很好看耶 甚至還有折價券 太划算了吧 那我在甜蜜生活選購的是一卷紙膠帶 叫做手帳時間 我個人是一直把甜蜜生活 當成閉眼睛阿妹阿界的蕎楚 所以每一次出新品 就忍不住會關注一下 這次我選擇的是這一卷 霧面PET新品 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有很多正在寫手帳的妹子們 看到這些圖案 我會想到我自己還有文具控朋友們 記錄彼此生活或是旅遊等各種的故事 覺得很貼近我們 但這個尺寸不會太大或太小 要貼小卡或手帳都很好使用 我在一開始會關注到 懶散兔和周先生 是因為LINE貼圖真的很可愛 我們前幾年也是用買防水貼紙來做紀念 這一回我挑了這三張明信片 這一張花海還有水坑 看起來很童趣又溫暖 我希望生活中可以有更多這樣的感受 所以選擇他們 這張還有一點閃閃的 細節感滿滿 至於這一張是每天的心情寫照 超讚 我還要選擇兩張黑白透明貼紙 覺得他們連走路還有打招呼什麼的 都有一點懶懶的感覺 特別可愛 悠悠哉哉的很吸引我 另外我還要選這三個小徽章 分別是我一開始入坑 而且每天都會使用到的 雙下巴兔子貼圖 還有這個巧克力兔子的黑人問號表情 這也是我內心很常會出現的心情寫照 必買 那至於這個肌肉豬 通常我是會表現在需要奮鬥的情境上 最後還有這個刺繡麻布袋 無印良品也是有類似的尺寸 我本來是想要拼一下紙袋的 沒有想到是加價夠了麻布袋 不過這蠻好裝的啦 我把展場上面買的商品全部放進去 可以少用好幾個袋子喔 小學課本的逆襲 我這次是萬中選一 喜歡這包小貼紙 立刻開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張貼紙是很多 看不懂日文也可以讀出來的詞彙 這很有可能是你聽到長官 同事或客戶說出一些經典發言的時候 你的內心獨白吧 那這一張也很重要 希望大家都不要欠錢 但有欠款的朋友呢 看到這一張記得趕快還喔 後面這幾張給各位也匹匹一下 就是有一點詞諧又調皮的內容 我今年在文博會只有拿這一隻扇子 因為它是陪陪可愛的小兔子 這次很節制是為了抽卡而來 所以呢我抽卡前 只有先帶了一張小兔工作風景明信片 小兔子們在開飛機當水手還有送信 陸海空三大領域集合 再來是每日小兔轉印貼紙 這兩張轉印貼紙 內容是各位的日常生活 各位看 煎蛋的時候有人在偷看喔 它蛋滑還兔子形狀的耶 超級細節的 喜歡 最後是重要的抽卡環節啦 在這12張 吐國花卉風景當中呢 我最想要的是玉金香 結果我抽到的是雞蛋滑 搭配躺在水面上 很用栽帶小兔子 桃梅還有燙銀 設計非常細膩耶 千萬 莫奈芷的新品裡面呢 最吸引我的 就是這一捲紙膠袋花間 各位看一下 它是用油畫蠟筆 來繪製不同的自然花繪 每一種都很美 很像真實油畫的場景 層次感很飽滿 先前比較沒有看過 這一種繪製方式的紙膠袋 現在呢有了它 如果想要做那種優雅畫廊風格的拼貼 就變得更容易上手了 你想要找紅、黃、藍 還是白的花朵 這一捲全部都有 而且它很細心 是有帶歌型的 非常方便使用 另外呢 這一捲的一個循環是200公分 所以一循環會有88個小圖 只要一循環就非常夠用了 再來是我扭了8周年印章組的小日子 今年是魔法公班小隊 一群在蒐集星光的精靈 那我扭到的是這一個 捕捉星星的小精靈 可愛又俏皮吧 這一回我跟著窮英老師 在15的攤位扭蛋 52顆小印章和3個印台當中 我依舊沒有扭到很想要的Y和A 不過呢 我扭到了很可愛的這兩個 貼著花花的小情書 以及花花 感謝老天的厚愛 至於紙膠袋的部分呢 因為是和朋友分裝的 所以還沒有到我手中 希望在我開始拼貼之前 有機會分享給各位 我在大宇人的小宇宙超市 扭了一顆角色扭蛋 各位看一下 這邊有10款還有隱藏版 各位應該都知道我最喜歡太空人了 不過我最後扭到小畫家也很可愛喔 這是不是意味著說必卡槽即將出道呢 這次樂意呢 我是和朋友分裝紙膠袋的 所以目前還沒有說到 那我最關注的是主視覺飄花集 以及妹子的第三彈 帶點少女 雖然沒有紙膠袋可以看 但還是可以和各位分享 晴天送我的小吊式 是水豚 這個系列還有很多可愛的小動物喔 裡面我最喜歡的是水豚了 感謝感謝 超喜歡啦 最後的壓軸 我們來看到的是 清晴日拯救計劃啊 今年概念是烤虎隊 所以整個品牌的商品 都圍繞這個概念進行 給各位看一下我購入什麼東西 首先是火板郵票 飛起來以及散步來 那因為是火板印刷 所以摸起來有一點凹凹凸的手感 飛起來是太空意象的 所以你看這八小張 會有外星球的景象 不同造型的太空船 還傳送小牛 那在我們展望了外太空之後呢 還可以回到地球的散步來 可以看到遠古時代的小恐龍 萌馬象 雪人 還可以和人類互動 有一點俏皮的浪漫 那購買這兩款呢 現場可以蓋油戳 我覺得我這一顆蓋的蠻好的 繼續看到小貼紙 行車守護神 這個小車車 你私下來使用之後啊 會看到底下有守護神 他們好像也是要出去玩的 太可愛了吧 設計超巧妙的耶 細節感噴發 再來是這個富貴轉印貼紙 每個小動物小植物都帶財 看來就很討喜 我先前有聽他們說過 這張轉印貼 海報是重複的 那為什麼會重複呢 因為他們希望你可以 報復兩次 真的是很實在的期許耶 再來是切割墊啦 我先前在理想文具展 才剛買回來切割墊而已 結果現在又帶這個回來了 我到底是被什麼理由打動的呢 另一個是折疊的TN尺寸 這個尺寸我確實沒有 第二個呢是限定色還有限定圖 你看施工中的小朋友還送恐龍花耶 這裡面還有流星超浪漫的 誰能不立刻心動呢 再翻到裡面呢 原本的網格有不同的設計感 這些細節完全說服我自己要選過它 希望它可以和我的TN變成好朋友 談一場長久的戀情 再來是我今年文博的最後一顆扭蛋了 六周年的六一六 我最喜歡燈籠魚了 所以我把燈籠魚帶回來啦 哦耶 感謝大家 結果呢我在開箱的時候啊 還發現袋袋裡面有很多小東西耶 這邊有小眼鏡 可以透視看你的小東西 假裝你是拿望遠鏡來當個觀察家 這邊還有這個飼養箱的小貼紙 裡面可以養一點小恐龍啊 或是小水果 另外呢我還有看到這一些 一點點的小白白 當時啊我不太理解這些小白白是什麼 結果呢我撕開一看 裡面有圖案耶 好像寫寶一樣喔超驚喜的 好啦以上呢是我們在2023年 台灣文博會的戰利品開箱啦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去文博會展場一起嗨 或是這一回有關注哪一些品牌的超棒設計呢 如果您也喜歡我們介紹的品牌和戰利品們的話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下一集影片見啦 掰掰